大家都知道,汉奸是很难被人原谅的,尤其是那些在国家,危难时期选择抛弃国家,去换取自己利益的人。 在抗日战争的时候,有一个汉奸恐怕是人人都知道了,那就是当时最为者,明的美男子之意汪精卫,但是关于他的评价,其实一直以来,也都是有很多的意见,有人说他是曲线救国,也有人说他是正儿发经的卖国贼,但是无论人们怎么讲, 其实在年轻时期,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曾经写了,不负少年头,的男子,是真正的想要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的,年轻时期的他是最,早追随孙中山的那一批人,所以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一直很高,他算得上是当时最老的党员了, 在孙中山去世以后,汪就开始失去了自己的方向,而他自有那种温和的性格,又使得自己非常的,容易受到老婆的影响。 在日本人亲华以后,他就开始露出了一些亲日的情绪,虽然很多人讲,这其实是他的老婆的意思,但是在卖国这件事情上,两个人肯定是谁都逃不开关系吧。 后来的汪早早就病死于日本,都没看到中国胜利的那天,而在抗日结束后,他的老婆也被抓捕,但是一直都不承认自己的罪过,最后在1959年病死在了监狱中。 这不得不说也是一种悲剧,后来二人被一起埋葬在南京,汪精卫一共有六个孩子,不过每个人过得也都不是怎么好,因为带着自己父母是汉奸的罪名, 所以他们都没怎么在大陆待过,只能是从小就去了国外生活。 他的大儿子在当时,一直给国民党干活,后来逃到了美国,一直到去世都不敢透露自己的身份,其次是几个女儿,也都是各有各的不幸。 大女儿在新中国城,历后先是被抓去监狱,随后放出来以后在香港工作,主要是教育行业,而二女儿则是做了农民,令人唏嘘不已。 小女儿也一样曾经在国民政府工作,在战后逃到了香港,还算混得不错,进入了香港大学,做了一名教育行业的人。 其中他们的小儿子最为可以,首先去了香港工作,做了很大的生意,还是一位设计师,后来大陆联系到了他,就开始回国开展一些工作。 到了2005年的时候,他终于来到了南京,可以看到自己父母的墓地了,在墓前,77岁的他气不成声,因为这可是自己的父母啊。 在父母的墓地前,他痛苦地流下了泪水,随后说,做了错事,就要受惩罚,看来他也是一个明白事理的人。 不知道汪精卫夫妇如果听到的话,内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?